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我之前看到有一個單章寫著 六種醫不好的病患 这样的說話,是誰敢說的? 是誰會這樣說出這些結論的呢? 袁先生,你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其實說這個說話的人應該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都知道 話說在戰國時代,有一位神醫叫做扁爵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救人無數的 但他從他的經驗中歸納了六種治不好 即是無藥可救的病人患者 那是哪六種呢? 第一種是病人嬌默不說理由的 那是什麽病人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遇到一些病人 他有自己的意見 他來找你的時候 他有自己的主觀應該你怎麽辦 或者你做了一些事 跟他解釋給你聽 你的情況應該是這樣 他又可能質疑你 亦是不相信 通常我遇到這些 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有很多單張和書籍 我通常都會介紹他 你可以了解多些 我通常發現 如果病人是不看這個資料 或者沒什麼興趣去跟進 或者只是跟你死亡一面的拗 通常你心裡有數 你這個病人都難醫得好 是 這是第一類嬌默不說道理的人 一邊跟你爭辯 一邊質疑你做的事情 第二種是患者輕生仲裁 嫌你的收費季 不捨得用錢 不捨得用錢在自己的健康身上 不肯投資在自己的健康身上 別說亂在 神醫都說是不能救的 第三種呢? 不肯聽醫生的吩咐 避開這惡劣的環境 飲食和生活習慣 我也知道 你的健康最基本 是從你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 得到 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們的健康是從食物 水 充足水 新鮮空氣 陽光 休息 運動 精神情緒平衡 最後是完整的心態 這是很重要的 飲食生活習慣 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些病人 還要繼續吃烟 喝酒 夜生活 不早早起 不做運動 說真的 很多慢性病 都需要改善你的習慣 例如有些問題 食物敏感 對牛奶敏感 或者對糖敏感 叫你去戒 你又不戒 還要吃烟 喝酒 這些情況之下 神醫說是沒得救的 所以是沒得救不了的病人 第四類病人 是病人 體內陰陽狀氣 散亂 難以調整 即是病日高方 不知如何去执 如何去分析 你終於也是 要辨證論治 你也要發想辦法 找得到 辨到身體的狀態 如果真的太亂 根本都不知如何入手 这些情況當然也不得医 第四 身體實在太虛弱 无法服藥 当然 你很明白 早期的中醫 都要靠你服藥 入藥 他不会用食物滴珠 所以很需要你服用中草藥 如果真的太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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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做不到 基本上大概知道 这个病人都没有办法康复 当然 在现代的医疗 我们还可以用植物滴珠 但始终 也不是一个长久方法 不可能一个人维持日常的营养 就是靠植物滴珠 从而来说 其实都是根治不到 医疗很不得医疗 最后是哪一类人呢 病人只信无 即是无师的无 而不信医 当然是中医 现在怎样理解呢 因为今时今日也是一样的情况 无师是自己练单的 即是提练单 其实今时今日的西药 都是练单的 是练单的 是化学物质 来抽出来练出来的 如果病人只是信西药 而不信中医的方法 也是不得医的 因为大家都分享过 其实西药 除了一些创伤 急性的时候 是有些有贡献有帮助 但大部分的慢性病 其实都是没有一种 练单出来的药 是可以根治治得好 全部都是治标不治本 但不仅是治标不治本 还有就是有很多副作用 即是你吃的那样东西 不是只是控制到 或者舒缓到 都可以的 但副作用 是慢慢让你身体 越来越生病 越来越深 所以这六个 就是归纳到 这六种人是医不到的 在我自己的四十多年 都可以说成四十二年的临床经验 这个真的有很多很多病人 什么病人我都遇过 有些病人都说 你这么有经验 有四科医疗 其实什么病人 你都很有把握去医治 都医得好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一个医生 不论他如何努力也好 都要有其他的因素 其他条件 要符合 要符合到 我通常说 有四个关键的要素 第一就是病人的态度 但病人不需要信不信医疗 对我们的医疗是没有什么认识的 但起码 态度就要诚恳一点 不要太负面的态度来找我们 因为始终很多病人都是慢性病的病人 不是这么容易 一两下手指就可以有奇妙的疗效 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慢慢时间去摸索 去尝试 所以病人的态度不是很积极 其实也很难搞 但是家里有没有反对声音 在我的经验里面 如果一个病人是自己单身来看症 当然他不是普通病人 是很严重的病患 他每次来都单身 从来没有家人陪伴他 通常都是难一些的 而且有很多情况之下 家里有很多争拗 家里有很多争拗 家里有很多反对 他来低治医疗 对病人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家里有没有人反对呢 第三 你要找医生有本事 有这样的医术 有这样的经验 医生怎样呢 怎样都好 如果没有其他那些 最后病人要配合 要配合医生的吩咐 避免恶劣的饮食生活习惯 要吃药 要定时复诊 如果那些都不行 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这四个条件都要充分出现 病人才有机会可以治好 所以虽然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隔行这些经验 这个无数病人 我们是很有信心 我们能够用一个好方法 是帮助到病人的 但结果呢 很多病人都是因为配合不好 可能因为有钱的关系 不捨得了 很多时候都是好了之后 跟着没有好些跟随 最后可能又会变差 其中在徘徊之间 找到一个方法 但其他因为这四个要素 是不配合得到的时候 又好像错失了机会 就是了 结果病人都没办法好好的处理得到 其实没有人是因为养生而傾家荡产 但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而傾家荡产 一无所有是好多很多的 不单在香港 尤其是在中国 养生是一种机会 亦是一种资格 养生是把你拦到医院的路上 每晚可以舒服饿在家里的床上 安心享受每天的沿途风景 你可以轻视它 它也可以无视你 但如果你重视它 它就可以守护你 得与失 尽在你的远见和自慰之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有病人来到 我都尽量解释这个概念 有一张简单的简单 讲这个概念 大家都听过 有一个很出名的 上海著名的演员叫周立波 其中有些关于健康的 关于健康运动和健康方面的钱 该花一定要花 而且要拼命花 努力花 抢着花 因为花的钱是医院的钱 你不花 将来都要交回医院 预防永远给治疗更重要 今天不养生 明天就养医生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遇到朋友的经验 在我最近不断遇到的情况 有些人花很多钱去做检查 几万元 其实他不了解到 这些检查其实不是一种预防的 是一种错觉 不要经常以为 你经常检查检查 有预防患病的风险 其实一点都没有这个效果 经常检查 都是企图及早发现 但是你用的钱亦有很多 往往几万几万去做检查 不如将这些检查的钱 是用在增进健康 用在一些强身健康的活动里面 这个反而是真正才会有预防疾病的效果 是 现在现代人很多时候 亦被其他的广告误导 刚才余医生说得很明确 很清楚 你定期去做身体检查 只不过是可以令到我们 要及早知道身体的状况去到哪个阶段 而不是可以做到一个预防 当然有些人可能说 医生告诉你 现在已经到临界线了 如果你不再改善 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跌到三高 或者折移抄理的患性病 如果病人真的知识了这件事 而真的改变了他的生活 改变了他的生活 或者再用一些方法 你可以当作提早诊断出来 令到你去做一些预防的工作 但不是检查就可以做到预防的工作 这就是大部份误解了 而刚才说过周乐波的预论 就是今天不养生 明天我们就要养医生 因为你的钱全部花回去 如何去一个病,掩抗一个病 一个病,掩抗一个病 这样的情况 谢谢余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预防身体做好 做足我们的健康准备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里面有很多適用的健康预防产品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你 与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